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我是范依华 今天加选指数呢 开高走低的格局 而且在盘中最低的 来到了8982点 就9000点已经跌破 还好最后没有收复上来 收在了9011点 不过还是大跌了86点 这个前低9014 在今天盘中是跌破了 在量的部分900多亿 而且今天呢 在光学的部分好多 像我们的股王啊 大力光打到跌停板 汉维科股后 同样在今天也是重挫的格局 而另外呢 这个盛华持续的疲弱 大家说这个加选指数啊 或者是个股的部分 好像都是利空不断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指数来说 已经守稳了吗 还是会继续的破顶呢 个股的部分呢 涨跌怎么来掌握 我们赶快来请驾驶 任运投顾的曾分音师林何彦 恒英哥你好 一王好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彦 好恒英哥 美国股市明明是大涨 对不对 可是这个台北股市 怎么没有跟上 而且今天来说 在雅股的部分的话 入股还是蛮强势的啊 今天的台北股市 到底在杀一些什么呢 很离奇哦 全球股市都不错 昨天欧美股市还大涨 稻穹还涨150几点哦 稻穹跌两天 昨天一天 几乎已经快要收复失土了 所以大家可能认为说 今天台北股市 好歹总该涨吧 没想到今天还是跌 而且跌得更凶 是 亚洲股市今天也都还不错 所以全球股市今天 台北股市最弱 什么原因 还是一样嘛 凶手就是外资 今天从一开盘之后就很清楚 欧美股市大涨台北股市连高盘都开不出来 台指级只开高个二三十点 红盘之上撑一撑之后 台指级突然间急杀 紧接着股王大力光汉维科 所有全职股全部灌下来 算了没的 就是外资在卖的 所以今天行情会造成这样的杀盘单 到最后盘中开始引发一些 恐慌性的卖压 从大股票到小股票 主力股道 散户手中的股票 全部都不知倒地 恐慌性力已经出来了 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最关键的时候 今天的分析你仔细听 不然你做脱胶就很麻烦 昨天美国还是大涨哦 欧洲也大涨 欧洲昨天开低盘之后 下半场开始回神 什么原因 因为昨天出了一个消息 欧盟准备在下个礼拜要全面检讨对俄罗斯的制裁 因为俄罗斯的制裁对于欧洲来说 已经起了一些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看前一天的时候 礼拜二的时候 欧洲大跌 这是礼拜二的 欧洲大跌因为 德国发布制造业的财购经典人指数 跟欧元区的财购经典人指数 都纷纷创下9个月跟15个月新低 可见得制裁俄罗斯已经出现反效果 对于经济已经开始出现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昨天欧盟讨论的结果 即将在下个礼拜 要重新检讨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要做取消的部分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欧洲一回神 那美国当然二话不说 带头就冲 道琼大涨150几点 NASDAQ 费成本大体也全部都大涨 那这里面 带动道琼涨的是在银行股的部分 从小摩 美银 高盛 花旗 那带动NASDAQ大涨在科技股的部分 从股王Priceline Google 到Twitter 甚至亚马逊 昨天苹果是比较逊的点 苹果昨天是小跌 也没跌多少 跌0.87而已 那昨天涨最多是GoPro GoPro昨天涨了7.6% 那Tesla是小涨持平 昨天沃尔玛跟Best Buy 两家大型通路商 昨天也连同一起上涨 因为开始进入消费旺季之后 整个卖场生意会越来越好 所以卖场的两支代表 沃尔玛跟Best Buy 昨天也开始 平均涨幅快接近2% 那以类股来说 昨天美国股市最强的产业 还是在记忆体的部分 美光连续第二天的大涨 昨天涨了3.27% 惠隆也涨了2.27% 新地也涨了1%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最强的还是在记忆体的部分 在记忆体的部分 昨天美光在礼拜二 先大涨一天 因为瑞幸重申目标50 同时市场预估 第四季的美股获利 能够有83美分 能够83美分 我们昨天已经跟大家讨论过了 昨天特别拿美光财报 来跟大家讨论过 以美光财报来说 83美分的数字 是一个很好的数字 因为前一季只有0.68 前一季0.68 如果第四季能够0.83的话 那么相当于一季成长了 大概26% 所以如果美光财报出来 真的能够有80美分以上的话 那绝对是利多 那绝对是利多 所以价格的部分 礼拜二大涨一天之后 昨天又大涨 再来个3% 连三两天已经去超级5% 在财报发布前 领先开始连续性的走扬 其实市场预期 已经是反应利多 应该是不会错 那今天晚上收盘以后 就是25号今天礼拜四 礼拜四收盘以后 将会发布财报 到时候财报发布出来 如果这如市场预期 那整个行情就更可观 我们来看一下 美光最新的图形 这是我们昨天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的美光 长黑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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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三次的底部 长黑都化解掉 这是底部成立的一个讯号 那同时已经收敛到尾声 我们昨天谈过 美光收敛到尾声 只要财报发布出来 应该是一个 往上突破的一个机会点 那最新的讯号 这是最新的图形 最新的图形部分 昨天又大涨之后 更接近 整个收敛的上缘了 所以财报将会是个点火点 你看前部的低点 也是守住半年线之后 开始发动 这次横盘之后 到了半年线 连续两度守半年线 在财报点火之下 应该也有机会往上攻 再来一波新的行情 所以今天收盘以后的财报 务必密切注意 美光如果能够动 那么华雅科就有机会跟着上来 这两个月美光其实它只有11%的瑕肤收敛而已 可是华雅科反而回的特别深 原因在哪里 我跟大家讲过 原因在于国内的股市太弱势 成交量一直出不来 加上一样是低润股 美国市场对于记忆体的看法很乐观 而国内却有很多的杂音 所以导致于华雅科回的比美光还要深 可是当美光如果开始突围 往上攻破新高之后 那么相对的 华雅科最后势必还是要跟上来 势必还是要跟上来 所以华雅科到时候 如果美光动 华雅科一动之后 将会成为盘面攻击带动的指标果 所以美光的财报要注意 美光走势更要注意 美光带动下华雅科 你更不能不看他 因为到时候整个大盘的攻击将会由他开始 好那美国股市昨天大涨之后 来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 美国真的很强 你看从历史高一点才跌个两天 昨天又马上大涨154点 几乎已经把两天的跌幅又完全快消化掉 所以美国真的很强 那今天亚洲股市也不错 所以我们看过亚洲股市的部分 亚洲股市是比较弱 因为澳洲跌了三个礼拜 台北股市也领先跌了三个礼拜 那南韩跟新加坡跌了两个月 只有美国跟欧洲是特别强的 那昨天美国一直跌大涨之后 今天亚洲股市都回神了 可是台北股市还是弱 原因在于外资还是继续拼命的卖 外资连续11天来 连卖11天 连卖11天 对我们彭怀然说 你要卖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人家不能卖 没有错啦 因为在一个自由经济开放的一个市场里面 人要卖是人的自由嘛对不对 可是你政府如果说 外资的动作可能会影响到 总体经济或者股市的话 那主管机关可以道德劝说啊 甚至于外资 想要退的外资让他退没关系 你再去找新的资金进来嘛 对不对 政府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做资金的替补嘛 不是硬生生 人要卖没法抖 好像诉求无策一样 这样也是不对的 这样是属于比较消极的部分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之前在九千五就提醒你们了嘛 注意咯 量无策 九千五 够要够关不容易 不容易 果然说着说着行情就开始慢慢下来了 当行情下来破平台的时候 我还提醒你 提防外资的撤退 那时候外资还没跑哦 我就提醒你 提防外资的撤退 果然外资接下来从我讲完之后 对我说完之后 外资连无的栽工 我相信今天卖超应该不会小于百亿 因为像今天这些 外资股的沙盘方式 今天外资卖超应该不会小于百亿 所以如果把今天也算进去的话 十二天可能会卖到将近快七百亿 那外资这种卖法加上 手中台子旗空单那么多 昨天空单又增加到累积一万九千多口 一万九千多口 外资绝对不是省油的灯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台子旗开都开不高 盘中先由台子旗先灌压 完了之后鼓往鼓后往下杀 这个盘自然而然 很多人没信心的全部都丢出来了 好 这里我要提醒你的是 当恐慌卖压出来之后 这时间上时间 十八天 十七天见最高点 十八天开始杀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预估 这波拉也是会有个十七天到十八天 时间快到啰 时间快到啰 有幸福大家算一下 从最高点算下来 十七天十八天 就在这一刻 所以这两天的沙盘 走在这两天的沙盘 让整个市场开始出现恐慌心理 把筹码做彻底的洗净 这是一个好事 可是对的股票你不能乱杀 甚至于接下来会大涨的个股 你更要利用这两天的时间 赶快进场减脾一货 你看今天在分线的部分 除了时间已经就在这两天以外 这是台北股市三十分的图形 三十分图形部分你可以看到 最滚低点一直往下破 分线低点一直往下破 可是指标部分RSI 反而一波比一波高 一定台北落去了 反而一波比一波高 加上MACD的部分 MACD看来是一个 比较大波段的一个趋势 也是一波比一波高 所以当指数开始往下灌的时候 指标开始往上走 这种背离讯号 其实也是反转前的征兆 所以当这些征兆已经开始 慢慢出现的时候 这个行情你就不能再悲观了 反而你要去掌握 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机会点 你看今天行情在杀盘 我知道很多人一定今天更怕了 因为看到人家国际那么好 台湾反而杀了片体鳞伤 甚至空头的言论很多 你们就怕 今天我们是买了很多股票 我就要等这一刻 今天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动作 今天一开盘9点37分的时候 我跟会员讲 昨天美国道琼大涨154 今天亚洲也同步大涨回升 台股只涨30点 因为没有量 加上外资在期货部分 空单约2万口 外资会刻意压低台股 所以最后两天的落底期 不要急的追高 你看我讲完之后 从涨30点 开始一路变跌100多点 好那下来了 当然就是好时机嘛 所以今天趁下来的时候 我们买股票 买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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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往低 买点到一路下去承接 最好的机会点 你不敢出手 那你等什么呢 等到最后帮人家抬轿吗 今天我买哪些股票 有空再跟大家讲 有空再跟大家讲 好那外资竟然卖了那么多 包含今天下去 外资不要多勾票 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嘛 你要知道他在卖什么股票 外资卖股票 该比你就要避开 我们来看哦 这段时间一来 从9月1号到9月20号 大盘从最高点下来 外资到昨天为止 卖了568亿 外资卖超前24名 我们来看 第一名是卖红基 卖了6万9千张 第二名卖日月光 第三名卖英叶达 红海台积电 全部都是大型的 难怪指数会被震撼到 可是 当外资在大卖股票的同时 反而他有 继续加码的部分哦 外资这段时间卖568亿 到昨天为止 卖568亿 外资反而买超前24名里面 我们来看第一名 买友达 继续加码11万张 第二名是中刚 第七名是群创 继续加码47000张 第十三名是华雅科 这段时间卖猪大卖 反而华雅科继续买3万多张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这三个货票 将是下一波的指标股 不会错的啦 因为外资一路在砍股票的同时 慢慢一直在加码这三支股票 那个动作就很清楚 另外一个 从7月15号到9月24号 为什么抓7月25号 因为7月25号 是这段期间 如果这段期间以来是一个大的箱形整理的话 那从7月25号以后 我们来看外资做了哪些比较大的动作 从7月25号以后 7月25号到10 外资的买卖超 我们来看喔 7月25号以后 外资卖超第一名台积电 40万张 联电37万张 日月光16万张 这都是重型部队 再来金融也都是重型部队 圣华卖了7万4千多张 红海也卖了4万多张 反而买超的部分 从7月15号到9月24号 这整个大箱形 大概两个半月时间里面 外资一路卖股票 反而买超有达 44万张 买超群创 23万张 买超华雅科 11万张 那中间这些就是金融股 所以从你外资的操作上 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外资最近一路在押股票的时候 一直一路在压低台股的时候 他反而在买其他股票 那些股票 就是他下一波 他将要点火的工具 所以从这里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包含这两天 金融钢外资一路在大卖的时候 友达继续加码 群创继续加码 华雅科继续加码 这很清楚的 所以这三档个股 就是大盘下一波 点火的工具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友达 这个群创 大概在13块附近 友达 大概也在13块钱附近 华雅科这个外资也是一路买 今天晚上美光的财报 这三档个股最重要 这是指标股 这是指标股 这两天当大盘反转确认之后 真正的选举行情即将开始了 最后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在五部曲的公司里面 一直都在五部曲的公司里面 即将开始进入首部曲 选前两个月 历年的选举 从选前两月到选后一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一定都会去超级一千点以上 所以行情要发动之前 本来就是会先蹲下来 才会启动嘛 就好像你一个人 你要往上跳 你膝盖不打弯 两个脚在那边跳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先蹲下来 你才有动能 才有动力 往上咬嘛 所以在要起涨之前的时间点 特别注意 既然二十年来 每年的选举都有超过一千点行情 那我相信今年也不会例外 我相信今年也不会例外 你看前一次的总统大选 选前选后一千五百点 这里面都会有 好几党能够涨一倍的股票 上面总统选举的时候 柯佳两个月1.2倍 我们的战绩 尤辉也是一样 两个月涨了两倍 会员印象更深 顺达 两个月一百涨到一八五 也是85% 所以我相信 这一次选举行情一启动之后 同样有倍数的股票 可能不是每个股票都可以走倍数 有一定的选股条件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要再来抢一次红包行情 股票都准备好了 这些股票都很强 这些股票都很强 最近一档一档开始在动了 等一下有空再跟大家做解说 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 赶快来报名 赶快来听 否则 你信心瓦解了 你不敢买 你就撩住了 选举行情首部取资 倍数股布局 我把选举行情 完全摊开给你看 让你看到真正的选举行情 会怎么样走 来增强你的信心 有的信心 也要买对 哪些股票有机会做倍数涨幅的 这些股票 这几档个股 我在会场上 开牌来跟你谈 开牌来告诉你 让你除了让你敢买以外 也能够买对 我们利用最后三个月的时间 来充斥我们的荷包 再来拼个一倍 礼拜五晚上台北 礼拜六下午桃园 你如果其他县市 或者没有办法来的 最关键的时间点 领特宴提供给你 我们一起来打拼 我带给你做 我们来拼最后的三个月 好 所以稍后呢 还有更多的个股分析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和信赖的金融服务 期待能够成为 顾客最忠诚的 终身理财帮手 恰寻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创业有人帮 全民做头家 政府每月补助薪资和房租 亚太最大国际加盟展 二十六到二十九号 都在台北市贸医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辖室 提摩提 每天小秘密 来开咖啡 好吃 口气好清晰 干巴掂 干巴掂 出处有佛力 ゴーリ 神经更易利 来开咖啡 全台第一本文创杂志 文创Live正式创刊 创刊好礼独家三重送 限量文创小伴侣别册 陪您唱由大道成的旧时光 经典滑流联手企划 7-11独家发售 还有超人气插画家 马来魔喜严汝 最超值的文创好礼 都在文创Live创刊号 谢谢文创Live杂志 可以带领大家 朝下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前进 一起加油 音乐新纪元 一碰进行 烘白框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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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 一押后不 欢迎欢迎到时间蜜毛 接下来更多的个股分析 我们赶快要来迎接一下 所谓的选举行情了 可是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选对个股很重要 和一个个股到底怎么选 我们那十一档个股 赶快跟大家稍微揭晓一下 好的 选了十一档股票 原本看他买点一直不来 我原本很担心说 那如果买点不来怎么办呢 就今天台北股市一大跌之后 买点全部都来了 今天我们买了好几只股票 明天晚上跟礼拜六讲座 赶快来听 我知道很多人被今天行情一杀之后 原本还有点信心的 现在已经开始手脚发麻了 所以赶快来听这张讲座 让林德燕把历年来的选举行情 完全摊开跟你谈 让你看到真正的行情 这样你才会有信心 更重要的是要不要丢 这一档股票 我会场再来开 因为我现在开就没有人要来听演讲了 所以我会场上我再来开 再来跟你谈好不好 让你知道哪些股票有机会大涨 这些股票也是我们准备要抢 今年最后三个月 一倍红包的股票 每年选举行情都会有一些股票 能够涨倍数 你看前世总统大选 柯家扭一杯 有杯扭两杯 顺达涨了85% 当然还有更多 只是我们不可能每档都做 就是当时我们选举行情里面 总统大选选的三档倍数股 表现都跟我们预期中差不多 所以这两场讲座 务必要来听 这个关系到你今年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个红包你抢到了 那这个年就可以过得开开心心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两场讲座务必要来听 好那这些个股里面 习党个股 其实有些股票 我们都已经公开谈了 对 一号这一档 在上次演讲里面 有来听的 上边有来听的都已经知道了 其实这些股票有机会大涨 一定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个 要没有涨到的 第二个 业绩要能够大成长 尤其北比够低的 它才符合网上要的机会 那如果大股东持股又够高 代表它市场流通筹码很少 那这种股票跑起来会更快 否则上个月时间 你说长也还有一段时间 说短其实也蛮短的 三个月时间要走一杯 如果筹码没有优势的话 是不容易达成的 所以能够涨一倍的股票 筹码优势很重要 你看这档编号一号这档 编号一号这支 这一波大盘杀盘的时候 它已经杀不下去 开始逆势上来了 那最近这两天有蹲下来 苦乱这是最后的买点 苦乱这是最后的买点 今天买点出现了 我们今天也进去加码了 那没关系 礼拜五我来告诉你 你要上车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 编号二号这档 这已经公开谈了 编号二号是昂宝 从369跌到162 所以当时跟大家谈完之后 你看哦 上礼拜时加圈指数 还在9200的时候 它还有169可以让你上车哦 今天台北股市大跌 最多跌100多点 它反而一路上来 今天很强哦 今天真凶哦 至于高票第一步已经要打出来了 底部已经快打出来了 尤其今年度 除了股价腰斩 北比剩下10倍以外 你看去年12.8块 已经是历年来最好的一年了 可是今年 F-1有机会一股赚到17.7 今年有机会一股赚到17.7 那业绩有办法成长50% 业绩成长50% 股价竟然是腰斩 中股票安全度就很棒 安全度都够加 加上它是属于筹码型的股票 才4亿的股本 4亿股本加上大股东持股 我们来看大股东持股多少 F-1 昂保 大股东持股 5.3% 也是很高 本来股本就不大 加上一半股票都在 大股东的手里面 这些股票在挡 当然是最快的 这些股票全部都是 高获利高成长低本益比 在底部的个股 有好几档筋在动了 你看编号第四号 百里Q涨停 是不是底部的股票 对很清楚 编号5号也是底部出来了 本益比12倍 大股东持股72% 都是一样情况 编号第10号的昨天拉涨停 今天压回 我们趁压回之后 赶快再下去加码 这也是刚压回来的个股 这些个股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一一为大家做解说 现在赶快打电话 进来报名 礼拜五晚上的讲座 跟礼拜六桃源的讲座 今天学位密码 感谢收看 我们今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